Hello 大家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 Leica的一支Tri-Elma 28-35-50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是這支Tri-Elma Tri-Elma 其中的這支Tri-Elma 28-35-50 分了兩個版本 一支是第一代 我們會叫做E-55 因為口徑是E-55 而另外一支是E-49 有時會這樣叫去分一代和二代 在光額方面 兩支鏡大家拍出來的質素是一樣的 光額設計是一樣的 完全一樣 只是外觀上和機械部分有所改良 譬如說在一代 其實它是看到 比較直身一點 而二代不同的地方 就改了一些東西 它會多了一個手指位 變成對焦的時候 會比較好一點 譬如說你扭著去大約四點鐘的時候 就是無間遠 而去到過手指位 完全向下的時候 大約是兩米半左右 而最近對焦 一米的時候 這個大約是七點鐘的位置 大家會知道 大約行程的位置在哪裏 當你熟熟了和熟慣了的時候 你會很方便知道 我會領哪個位置 會對到什麼距離的焦 譬如說你當你是 zoom focus 的時候 尤其是方便的 根本上你是不需要看鏡頭 就可以對到一個超數 另外呢 就多了一個景深尺 亦都說是 zoom focus 的時候 會是比較方便的 譬如說它有28-35-50 它可以因應它的位置 去選擇一個正確的景深範圍 在張罩方面 這兩個其實大家是不同的 好像這個是一代用的 這個號碼就是12592 其實就和21 2.8 ASPH的版本 共用同一個光罩 21和24都一樣 21、21、24 2.8 ASPH的鏡頭 都是在用同一個光罩 而這個第一代的採用碼 都是在用這個 E50 至於這個二代 這個四十九口徑 它會用遮光罩 它有一個偏號 叫做12450 就是放進去的 這個比較英俊 是金屬的造 整個都是金屬的 兩個不同的地方 這個一代的遮光罩 會有一個Hoop Cap 即是在遮光罩前面有一個Cap 而這隻E49 是沒有Cap可以放進去 如果你用的時候 可能會用一個49mm的Filter 再做保護每個鏡頭 至於這支鏡頭的效果是怎樣 我跟大家去欣賞一下 或是一支支到… 深刻的電影 我會用電影 接著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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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來到尖沙咀或旺角的門市 親身體驗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 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